Hello 你们好 我是Melody 有没有想过 怎样才可以将这些动作做得对又做得好题呢? 明明上课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 动作总是做出来的时候 都好像很奇怪 其实我们做动作的时候 有几个地方是需要留意的 今天先讲第一个 就是你的上身 如果你有上我的课的话 我常常都会提同学 要将上身拉长 因为这个姿势 不单会令到你的动作漂亮一点 还可以帮你hold在铺子上面久一点 所以是非常之重要的 今天我就用Airwalk 来示范一下给你们看 在做Airwalk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那么快滑下来 如果你想的动作漂亮一点 你就要将上身挺起 打开你的肩膀 然后你可以望向你的左手边 或者望向上 千万不要望向地下 因为当你一望向地下的时候 你的头就会向前 你的上背就会弯低 在这个时候 你的脊椎就没有拉向上 第二就是当你做Airwalk的时候 千万不能将膝头提得太高 因为膝头提得太高 我的脊椎会向前卷 当你脊椎向前卷 你的下腰就会向后 在这个时候 你的脊椎也不是伸长 所以膝头不要提得太高 将你的脊椎拉向上 眼睛望向上 或者望向你的旁边 所以大家要记得 将脊椎拉长 将腹肌向上提升 这个Pull Up的动作 在我们跳泡 或者跳舞来说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记得在你们跳舞的时候 不要让身体 掉下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